賴院長他的總辭 我個人是認為因為他的負責任 以至於他沒有辦法在11月24號 敗選之後就立即的提出總辭 因為後續還有總預算的問題 所以昨天下午6點鐘完成了 總預算 明年的中央政府的總預算之後 他就在昨天晚上跟總統提出總辭 而總統也同意 然後在今天11點 也就是剛剛一個小時多以前 總統賴院長跟蘇院長 他們一起開記者會 那在這個記者會的裡面 很清楚的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總統已經任命了新的隔魁 而新的隔魁也已經同意了 所以我覺得就隔魁的這個部分上 是已經無縫接軌了 而且現在針對內閣的一個重組上面 我個人認為這一次的變動不會太大 因為有一些已經上手的隔員 譬如說經濟部部長沈榮金 我覺得他各方面做的也都算是很好 那財政部的部長 蘇部長也是一樣 我覺得財經兩部的部長 對所以這個部分上我覺得變化上不會太大 那現在重要的大家要看的就是幾個重要的 的隔員如何的安排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金花會的主委 你特別點這個金花會 陳美玲不是賴清德的人 他已經要同進退 這個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陳美玲行政院前秘書長 他是從林全院長的時代 他就是行政院的秘書長 然後到賴院長 他接國化會的主委 我想他在各方面能力的表現 他的幹練 我都給予非常高度的肯定 但是他現在基於他的政治的決定 他要跟賴院長同進退 好這是一個值得觀察 那第二個我們要觀察的就是說 我們的交通部的部長 因為武漢摩部長上來沒多久 也就下去了 所以交通部的部長由誰來擔任 另外農委會的主委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台灣 面對這一波的非洲豬瘟 那個壓力是很大的 那整個農委會也是奔緊 最高的警戒的程度 那陳俊仲現在是副主委代理嗎 你覺得 那誰會來接 這個當然就要看總統跟蘇院長 他們如何來做一個決定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教育部的部長 教育部的部長現在也是從缺 你的表情似乎有點內幕 沒有現在也從缺 是 那 姚立德就是那個政務市長他代理 姚立德代理 那姚立德他又要回他的學校了 因為他戒掉的時間期滿 他說他要回學校去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就變成 部長也出缺 然後政務部長也會出缺 那會不會是由現任的另外一位政務部長來上來 就是犯省立或者是有其他的從教育界從學術界從對於 教育行政管理方面有傑出能力的人來接這個我們都不曉得 教育部也非常重要 如你就是可能性非常高 因為他們兩個姊妹桃 哦這個我不曉得 是是是 一個他一個陳玉秀是陳菊的姊妹桃 OK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是兩個獨立機關的主任委員如何產生 促轉會 促轉會的主委 促轉會的副主委 還有中央選舉委員會的主委 這個也都出缺 而這個出缺是明顯是要總統提名 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立法院的委員要投票同意之後 所以這個是一個獨立機關 那當然獨立機關的職權是在於總統 所以總統如何的提名 這個也是在後續 我們還要再繼續來觀察 所以我覺得 其他的部會的變動 應該是不會太大 嗯 當然就是說 已經請辭的這幾個部會 就我剛所提到了 從國華委 到交通部 到教育部 到農委會 以及環保署 這五個單位 是 那行政院的秘書長 應該已經確定了 就是李孟宴 那李孟宴是台南市的代理市長 以前台南市的秘書長 那他以前也擔任過蘇 曾藏蘇 現場的一級主管 所以他們本來就有默契的 嗯 是 呃 洪其昌 前委員都幫我們瀏覽過一次 而且想必他做足的功課來的 因為他的評論 我認為不是水口說說而已 哦 不過呃 我們還是從這個賴清德的個性 他說走就絕對會走 你怎麼 幫我們分析以後賴清德他的未來 那以及他這一次他面臨敗選的這個關卡 他的思維 我覺得基本上他就是一個終極投手 哇 啊 那終極投手現在換了一個終結投手 嗯 今天在交接典禮的時候 啊 呃 賴清德院長是說 啊 蘇院長是一個終結投手 嗯 他要把這個整個球賽打到結結束的一個 終結投手 好 那所以他這種情況下 他人他是一個下場而不退場 嗯 他離開了他的終極投手的位置 但是他還是回到了那個球員區 他還在那個地方 跟他的觀眾 是 一起為這個球隊加油啊 嗯 為蔡英文總統所帶領的這個行政團隊 他還要繼續加油 還要繼續 嗯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上 仍然是會為了臺灣的 就是說如何在政府的功能上面 或是他個人可以扮演的角色上面 我覺得他會 他還是會承擔他該承擔的責任 那您認為他2020有沒有角色 呃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很清楚 在臺灣的這樣憲政架構 以及黨政的運作 以及黨的文化之下 嗯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蔡英文總統 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在民進黨裡面最順理成章 嗯 而且符合政治倫理 那蔡英文總統也展現了 他的高度的責任感跟企圖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2020應該是蔡英文總統 他會繼續成為 呃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嗯 然後賴清德院長 我不認為他會有任何要去改變 或者說所謂的去挑戰的 這樣的一個企圖 對就是他不會選總統 而在黨內呃 心風邪雨啦 嗯 那副總統搭檔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這種事情就不是 我能夠去代為回答的 對 而且這個時間也那麼的早 而且這更重要的還是要看說 未來的總統候選人產生之後 他衡量當時的 國內的政經的情勢 然後再來決定 什麼樣是他最適當的搭檔人權 好 那這個賴清德下了 蘇貞昌上了 你認為他可以一直走到終結 投手這個角色嗎 一年多 他們兩個可以撐到這麼久嗎 我是認為成熟的政治人物 應該是有能力的 可是他們以前也很成熟啊 舊照舊的影片被抓出來 公然的在記者面前兩個吵嘴啊 呃 當然我覺得 也許對於某一些議題 對某一些政治議題 有不同的判斷跟理解 以至於產生不同的決策 那或者說在整個決策的 決策模式進行的過程當中 兩個人因為各自的政治性格 所以會有所不同 我想這些東西呢 是都可以理解的 那個性最難改啊 尤其蘇院長的個性啊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哈 因為今天1月11號啊 2019年1月11號是今天 一年後 2020年的1月11號 或者1月18號這兩天 可能兩天折一天 是我們2020的總統大選 哦 因為總統大選 他是跟立法院 立法委員是合併在一起的 因為2月立法委員要就職 立法院是2月1號就開議了 所以你必須要在2月1號之前 就要完成投票 那如果1月18號的話 那就只剩下12天 那那個時間是很短 所以我覺得1月11號的可能性 相對比較高 那我們上一次的選舉 是在2016年的1月16號 嗯 OK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 離開下一次的 總統的大選的時間 只剩下一年 嗯 就是明年的今天 很可能我們就在選總統了 他很緊張啊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蘇院長跟蔡英文總統 在最後的這一年的裡面 我覺得他們應當會相互之間 對於一些重大的政策的 的提出或者執行上面 我相信蘇院長 他還是會依照憲政體制 來尊重蔡英文總統 嗯 那當然他也會有些 他個人對於政策的一些意見 嗯 那我覺得 兩個人在最後這一年的合作 我個人是採取 是一個比較相對樂觀 而且我也覺得他們兩個 都會用積極的態度來面對 嗯 去年11月14號 敗選之後的民進黨的 整個黨的士氣 整個黨的團隊 尤其黨政的配合 能夠如何讓他重振起來 嗯 那你認為蘇院長的脾氣壓了下去 然後蔡英文總統受得了嗎 嗯 你這是要用 我又不是他們的競爭科醫生 哈哈 雖然我是競爭科醫生 這是我們可以用政治經驗 來判斷嗎 但我相信 我相信他們兩個都是成熟的政治人物 以前也很成熟啊 而且很有經驗 有經驗又是成熟的政治人物 而且他現在是 第二度的組閣 在陳水扁總統的時代 蘇院長曾經組過歌 那現在是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他再度的組閣 那他在這一次的 的敗選的 就新北市的敗選的這種 經驗裡面 我相信他也會深自的去了解 為何民進黨從南到北 會這樣子敗的這麼慘 就是兩百萬票 少了兩百萬票 而新北市呢 這一次也大概輸了接近三十萬票 所以我覺得他會是一個 從一個失敗的選戰當中 去了解到 民進黨應該要如何來了解到 人民跟社會的期待 然後也來重新思考 政府的優先的政策 應該在什麼地方 因為12月7號 行政院有一個 就是選後的檢討 我是在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有機會 就從網路上去把這一篇摘下來 在那個裡面 行政院很清楚的說 我們是不是符合了人民的期待 政府的施政是否符合人民的期待 問他不是問人民 問他自己 問他自己 他們已經有 問民進黨 他們有檢討了 檢討就是說 人民最關切的就是經濟 我們沒有理解到 人民最關切的議題是什麼 然後 未來如何針對人民的 真正的社會跟人民的期待 如何能夠做出一個 立即而有效的政策的制定 我覺得基本上現在接地氣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行政院的團隊裡面 我相信未來從蘇院長 到所有的部會的首長 我相信都會以一個 創造最大人民的福祉為優先 那當然在決策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更精緻化更有效化 不要像這一次的所謂 經濟紅利紅包的這個事情 你自己主動聽到你也覺得 不是我覺得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個 真的我們必須要從 每一個政策的制定 以及這個制定的過程當中 社會的回應如何 都必須要做一個立即的調整 就是說政府必須要做 經常做立即的調整 這樣子才能夠貼切民意 其實丁允宮就是現在 行政院的副發言人 與其他罵白冰冰沒有質感 你們倒不如檢討一下 民進黨執政有沒有質感 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看錯 那我們只剩下一個問題 其他我想請教 所謂的評論聲浪非常大 而且認為說賴清德體驗責任政治 他會敗選負責 他堅持要走也走了 那同樣是敗選的蘇貞昌 又是過去的老院長 他何以去接這個院長 而且如果交通部部長是爆派的 現在的所謂的林佳龍 副院長我不曉得是不是 陳其邁 陳其邁 所以昨天吳子佳在我們這個節目 在你的這個位置上 他的意思說 那這不是失敗政客聯盟嗎 這對民進黨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這要看總統 這個基本上這都是總統的決策 你不要再告訴我 你不是他們精神科醫生 總統他會做這樣的決策 我相信一定有他的決策的合理性 他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個 Rational Choice 我要聽聽你的意見 opinion 就是當然他已經用了 他一定是這樣用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 從這個裡面 如果民進黨要還行的時候 就說 那我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我們有沒有從一個 專業的高階技術文官 逐步的養成到部長 然後到副部長 甚至到接隔魁 我們看馬英九總統的時代 我現在舉個例子 馬英九總統時代 他也是選舉大敗 然後將於 就是從更早之前 應當是說 當那個 劉兆全是99年 對 88風災的時候 88風災之後他下來 2009年 然後就換了吳敦義 吳敦義 吳敦義做了最久 後來吳敦義做的相當長的時間 他成為副總統的候選人 他當選了之後 就由常任的 就是說從文官體系 一路培養出來的 陳聰 來接 行政院的院長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說 在國民黨的時代 你有看到 有像陳聰這樣的一個 沒有經過選舉的 或者說 江儀化這種 沒有經過選舉的人 來擔任 甚至到最後 毛治國 毛治國也是從 交通部部長 到行政院副院長 一路到行政院院長 這些都是從高階技術文官體系 逐步歷練之後 成為政務任命 甚至最後擔任到 副隔魁跟隔魁的 這個在國民黨的體系裡頭 我們有看到 後來張三正也是 對 那張三正也是這樣上來的 那民進黨基本上 比較不是走這一條 這種政治領導的 養成的路線 不是從一種 高階事務官一路上來 所以民進黨 他是從選戰 選舉 你有選舉經驗 你能夠讓人民 證明說你有能力 人民也投票給你 你也執政的效果非常好 然後你連任 再連任 之後你就可以成為 一個政治領導人 就像是賴清德 或者是以前的謝堂廷 蘇貞昌 他們都是這樣上來的 那麼就表示說 這個時候 可能在民進黨的人力資料庫 跟領導資料庫裡面 找不到 比蘇貞昌更好的人選 那這樣是不是表示說 我們未來在整個人選領導 國家領導人選的養成 跟培育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加速 好 如果民進黨九回一敗選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在執政不力的話 那找這些在選戰中 戰敗的這些敗將 如果再去執政的話 那只有一個訊息 一個訊號跟大家講 就是說民進黨認為自己沒輸 我們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POP氣象早知道 各位聽眾玩 帶您關心天氣概況 今天天氣多雲道晴 南部30度 北部28度 不過好天氣 謹慎這一天 明天開始又有封面通過 下週四前 北台灣轉為濕涼 中部以北低溫下探15度 氣溫方面 今天白天高溫約26到29度 各地低溫約18到20度 中南部日野溫差大 天冷了 跟節來樓下公社 和杯手沖拉鐵吧 二十三平起 景東博越 連三三一六七八八八 那個其他你做個距離 我覺得中間在這 那你做那邊 做那邊一點 因為我們還是要維持一個距離才能看 但中間這個 好 OK 好 所以我不需要看它 我基本上我都看你嘛 我就是自然就好了 可以的話 您再過去一點 一點點就好 你的椅子要跟著走 好 這樣我就 我今天 我今天因為下午兩點半有一個會 所以我就今天穿的比較 要不然我都會穿的很 你看這樣不要離開這邊 OK好 好 這樣子在中間 抓到了 剛我們兩個太過來 哈哈 呵呵 你看這麼用功啊 幫我們字表還做筆記 現在還在閱讀啊 欸 我就從1月1號 2號 3號 4號 這你自己自己做的啊 我跟我的助理討論 然後他們叫3號4號的回應 國民黨誰的回應是如何 國民黨的生命 太厲害了 然後再來是各個不同的政治人物的回應 真的你幫我們上一回事啊 然後大陸的 劉傑怡她的 對 對 太好了 我是一個認真的 是 我 我知道 可是你要聰明啊 你才能當醫生啊 你是精神科的吧 有精神科 那你看我有什麼神經病 你當然是健康啊 充滿活力啊 你充滿活力啊 所以可以找你心理知識啊 那個 當然可以要是朋友啊 朋友就可以聊天啊 對不對 真是沒有人提到 那我有沒有症狀 你沒有症狀啊 不過事實上是這樣子啊 就是所謂的心理症狀啊 不管焦慮啊 憂慮啊 緊張啊 那這些都是量的多寡 好 量的多寡 每個人都會 每個人都會緊張 每個人都會有焦慮 那只要你焦慮的量不要太大 強度不要太強 延續的時間不要太長 那基本上 你生活上都會遇到壓力 就是這個壓力的朋友 我不緊張 也不憂鬱 但我焦慮 但是我會解決 我會讓自己焦慮的來源 問題我會去解決 ok 那很好啊 那所以你的對於壓力來源 壓力來源的壓力 因為老師會行之以外的 我會到一個 無線的時候 我自己會去解決 ok 我會去找 這樣很健康嗎 這樣很健康 好感動 哈哈哈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們後面三段 我剛剛講說 我有兩個重大議題 第二個議題就是 我希望把兩岸事務 尤其習近平談話之後 1月2號之後 哇 我看那個政論節目 大家各說各話 那問前海智慧董事長 而且他幫我們把整個都做功課 你看看 朋友啊 你看還畫重點 那又是專業的 所以我們請洪前委員來跟我們講 習近平到底他的談話裡面 可以把前面那段九二共識 跟下面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畫上等號嗎 就是九二共識是不是已經就是一國兩制 上禮拜 這個禮拜都在爭執這個部分 我想九二共識在不同的階段裡頭 是被呼籲不同的解釋 那在這一次就是在對台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這一個習近平總書記的演講當中是基本上定調了 也就是他基本上就把北京或是中共對九二共識的內涵是什麼做了一個明確的界定 那我個人是用十二個字來做一個概括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也就是一中原則 然後反對台獨 然後一國兩制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十二個字是現階段中共對於九二共識的一個理解跟共識 但是呢台灣的政府在馬英九政府的時代馬英九政府當然不接受這一個 那馬英九政府他接受的是反對台獨 這是國民黨常常會提到他們是反對台獨 那對於一個中國他們也認為是一個中國 但是這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就是有一中各表 所以就九二共識跟一中各表 那但是呢我們從吳定義接任國民黨的黨主席之後 他就說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他在他的那個 一上任的第一個時間裡頭就提到一中各表 那那個時候北京呢是一個相對 不接受的 就說九二共識就是九二共識 沒有一中各表 不表 他就一中就讓台灣中華民國政府 沒有表述一中的內涵的這種空間 那這個是過去的狀況 但是因為08年開始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 他們建立在2005年開始的聯合會 聯戰跟附近聯合會之後 雙方的政黨建立起他們彼此的呼吸 所以就可以在一個模糊的空間之下 這九二共識是什麼 就變成有一個政治的模糊的空間 所以就產生了08年到2016年的這個 兩岸和平發展的機翼期 那個時候兩岸的經貿 各方面的往來 人員的復訪 陸客都非常的多 而陸生也逐步的來到台灣 那那個是在那一個政治的時空點 的九二共識 你形容是機翼期 那是北京的說法 喔機翼期 就是機型的機 不是機就是機會的機 喔機翼期 就是遇了是遇到的遇 機翼期 機翼期 就等於說遇到了一個 和平發展的最好的機會 是 這是北京把08年到16年 他是定義為這樣 所以他就逐步的完成了他的 還有一個機翼期 這三個字哇 學到了 沒有這本來他們的用詞 對他們的用詞 機翼期 對就是一個機會嘛 遇到了一個這個機會 所以他們就快速的掌握 所以就推展了各種 相關的經貿人員的 然後也在2010年的時候 簽署了ECPA嘛 那到2013年的時候 通通過了那個 通過了那個福茂 福茂 沒有通過吧 不是就是事實上是 雙方的協談單位 已經通過了 就是海基海協 以及相關的我們的 呃經濟部跟對岸的 工工業信息部 他們都有經過了討論之後 形成的內容 所以才會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OK 只是完成之後 送到立法院來審查的時候 是遇到了很大的台南化的事件 對對對 我想我又把這一部分的部分 我把它跳過 所以這一次我是認為 習近平是第一次提出了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什麼 他並沒有再進一步的說清楚 但是呢他有提到 就是在堅持九二共識 緩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也就是他立定了一個政治的基礎 就是九二共識 緩對台獨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 那這個是很明顯的表述了 那我覺得這一個對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也在第一時間 不曉得怎麼回應吧 真的 你知道那個時候大戰愣住了嗎 也不敢說到底一國兩制 一中各表有沒有空間 對 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但他們可以在一國兩制這邊 比較明確嗎 如果連這邊進入寒傳 就被逼到更邊緣了 我是認為中國國民黨 是應該要跟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站在一起 那我也期待 我也相信中國共產 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人一定會這麼做 就是我們還是要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必須要堅定的相信 而且支持我們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 中華民國台灣存在 這是蔡英文在1月1號的時候所說的 我們四個必須 對岸必須遵守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必須遵守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 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那兩岸的未來的發展 應該以和平對等的方式 來處理台灣問題 而以和平對等的方式 來處理台灣問題 跟誰來處理呢 當然就是跟台灣的民選的政府 以及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 做下來談嘛 這在馬英九的時代就是這樣子 嗯 在陳水扁的時代也是這樣子 嗯 主委不要啊 可能大家會認為說 民進黨的時代都對兩岸三通 都沒有做任何的錯 兩千年五月二十號 啊陳水扁總統上任 我們2001年1月1號就開放了小三通 嗯 就是廈門跟金門 嗯 然後馬尾跟馬祖 嗯 小三通就開放了 到2002年的春天的春節 我們就開放了春節包機 嗯 民進黨執政的時代哦 嗯 然後再從 從春節包機變成假日包機 那時候現在你當院長 對 也就是除了春節之外 中秋跟清明 這三個假日 都差不多有一個月左右 嗯 或是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他是兩岸有所謂假日的包機 從假日的包機 我們要走向一個週末的包機 嗯 而且週末包機的行約 在那個時候也都談妥了 在民進黨的時代 嗯 因為在那個階段 我是有部分的參與 好所以我了解到 這些都有在進行當中 所以有所謂的澳門的模式 那那個時候都能夠做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在2016年以後 所有的管道全部都關掉 好 這是一個引提 我們休息一下進段廣告 再跟前海集會董事長洪其昌 來進一步來聊 民進黨現在怎麼辦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很清楚 這我要記一下 這個是Vitamin用的Special Ten 喔 我記一下 這個喔 這個就專門的下門論述就是很 很穩定 很穩定 對不對 你的十二制是九二共識 然後 他基本上他那樣就是一中原則 反對台獨 反對台獨 啊不是一個中國 反對台獨 然後一國兩制 那這個一個中國呢 那盡量要更明確的是一中原則 因為中國到了他都用一中原則 那美國呢是一中政策 One China Principle 跟One China Policy OK 那那個你講了一個方針 是一國兩制台灣方針嗎 對 它這個Term 它是一個新的Term 就是說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他們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他們是已經有案成案了嗎 他這個時候正在探索 那就逃不開了嘛 逃不開了就是一國兩制的這個問題 正是現在你說 因為兩岸關係 不是兩岸關係 對 它是中美台的三邊關係 對 所以 美國的國會 現在是很 很 很全面的 很全面的在支持 中美民國台灣的政策 嗯 大紅公共同一號 五十六十六平 歡迎 歡迎 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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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小孩都快逼 北台湾最美公园大溪唯一地标 三本公园26至55屏口碑回响热销百户 精品饭店规格20项七星级警官公社 三本建设机构注入国际生活观 打造万亭公园明空地标续作 26至55屏三本公园口碑热销 03 307 2888 汤博若城 爱美有方法 追求美有密码 你要记住美感密码 解码百种变更美的秘密 超乎你我最美的期待 爱丽根风行全球各国 世界一美领导药厂 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引路 爱丽根 Elegant 马妈 我妈要去哪里啊 是公园 看爷爷奶奶的成果发表会哦 大家看这样子不好吗 当然不好 若参加社区办的活动 对爷爷奶奶的健康 也是有帮助的哦 那我要把爷爷奶奶加油 亲爱乖 爷爷奶奶看到你不很开心的 生意房屋 要您提出创意点子 迎接社区人心 正式幸福 想请请上网搜寻 社区一章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黄光晴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好我们准备回来咯 抢先报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其实像你刚刚讲了 就我们一路讲到 国民党然后民进党 他们怎么因应 民进党虽然在这个阿扁时期 真的 谢长青当院长的时候 他一直讲 假日包机 宗教包机 小三通等等 不是说完全是 这个两岸紧密的一个状况 那可是时日经 您刚刚的落点是在2016年的 的确两岸之间不平静 那现在蔡英文杀球容易啊 负面表列是最容易的方式 我拒绝你 对不对 我拒绝跟你交往 这是最容易的 可以作为民族英雄 可以有利于这个选战的 尤其越靠近 他可以再拿来消费 可是这不是一个国家元首 他应该采取的一个态度 他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 更正面表列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也已经有 正面的表论了 他就说在既有的政治基础 那他讲的是九二会谈吗 九二会谈的既有政治基础 跟国民党差别不大 对差别不大 事实上大家都差别不大 因为都是两岸的关系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或者以什么原则来处理两岸问题 蔡英文总统说 是以中华民国宪法 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以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政治事实 来作为一个跟北京中共政府来作为一个交流 或者对话协商的主体 所以蔡英文总统才会说 应该要必须要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方必须不能放弃掉的 我相信任何的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掉中华民国的主体性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现在是一个什么 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中华民国是一个立宪的主权国家 我知道我这样的说法 北京可能会不高兴 或者说他觉得你这样说错了 你台湾怎么 中华民国怎么有政权呢 我要说的是中华民国是一个立宪的主权国家 中华民国是建立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跟制度之上 那我们有完全民选的国会跟直选的总统 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民主的制度 我们有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有军事外交新台北 我们有一宗宪法 我们有护照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一个国家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 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政治的事实 这是也是我们不能够放弃的底线 我们纳税是纳给中华民国的 选中华是选中华民国 立宝人是中华民国 宣誓就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上 就北京必须要正视这个事实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也有做一些正面的陈述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承认 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 你愿意用和平的方式 来跟台湾的政府来进行对话协商 我是愿意的 但是北京呢 他就立下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国际县市的一个残酷之首在了 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了 就是中国的综合实力逐步快速的往上走 他从一个是世界的工厂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工业输出国 工业产品的输出国 然后他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然后他又在他的整个区域战略的话语权 因为国防跟经济实力的提升 所以他在区域在国际战略的话语权逐步的提升 然后也挑战到美国的国际霸权的架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当然对于他要把台湾完成国家统一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世界强国 但是竟然没有完成国土统一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要统一台湾是一个阳谋啦 绝对不是阴谋 他已经讲了40年讲了50年 他就是要收复台湾嘛 就是一个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大分裂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 我们也清楚到中国的目的是这样子 那但是呢 相对的我们要看到说 在整个国际战略环境的改变 中国的实力是提升的 那台湾的综合竞争力 我们是在下滑的当中 我们如果比起李登辉总统的时代 大概两岸的对比的实力是相对接近的时候 然后逐后从2000年之后 台湾的整个综合国力就是下滑的当中 而中国是快速快速的成长 尤其2001年他加入了WTO世贸组织之后 就是他乘着这个经济自由化的 全球化的这个浪潮 他快速的成长上来 然后他经济快速的成长 也带来了他的政治 他的政治更左向的一个权威跟威权 到最后产生了习近平 那我觉得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 台湾的综合国力下滑 这个是我们在考量两岸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不面对的一个政治现实 好我们还有一段 有人就讲说 一国两制邓小平时代早就在讲了 但是我不认为说习近平总书记呢 他要告台湾同胞书呢 只是随便丢出来 他应该有他的阳谋 或是他在他们的这个中国大陆里面 面临的这个内部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经济广化 再请前海鸡卫董事长 红其上来给我们进一步分析 马上回来 每一天都要来点阳光 欢迎收听全年载账王 今天要打造的是全家里的健康 首先打电家里的冰箱 将添洗饮料 换前考虑阳光豆浆 以及高纤蔬果 就是健康的第一步 选用欧盟膠杆 跟鸡甲黄豆 不加防水器和香料 让全家人推进新鲜和营养 家里的冰箱 就是要放同滴南瓜豆浆 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的明显历师 今年年月期 慢性西行丹炎治疗 健保原面其部 有西行丹炎的患者 因紧述到临近医疗院总洽去 口服新药治疗很轻松 8到12周远离甘癌空险 子女带着父母一起衰减 治疗加追踪 新年新希望 比较何时代会 妈 天气变冷 要多穿的哦 别担心 我有三热式电台吗 看着美国专利安全行为 欧盟就进不了 长期了的 刚了还可以丢洗一几洗哦 那我也赶快买一遍三热式的保暖咯 三热式感情 特大通路 全面出销中 老板 今天有三十万的支票要搭 那就快去找 大雅当铺 将在汽车计划 公商融资 利息合法 拨款多多快 一通电话 就急不求人 八达路四镇 391号 大雅当铺 2742-211 2742-211 欧盟 全球企业人材方 没有什么看法 只要提供员工好福利 用心打造幸福之长 最重要的是 加入一整理银行 二零九十五企业 扩大成财 优秀人材 立马来 二老板 您还在等什么 幸福七月真彩尊线 02-8787-1111 我是鱼香背景 法兵的游子妈 我是罗文玉 我在社会大学 你唱这首香音 为你打气 怕大王 是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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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世界某些角落 偶尔有点丑陋 但如果你知道 他不会留 眼珠 很期待按赞 你将这些 十次收到 牛肉的信息 很多时时刻刻 都在上牛羊 你 是鱼香 不是整个 怕大王 爱你 转变年菜 步步为名 每一道都要算计 娘娘请放心 善房攻略在这里 全家年菜预告 第一家店 锅也好在 首飞葫芳饭店 配上光鱼辣椒鸡汤 嘴巴口感 保证全放全场 还有经典老台菜 永光鱼 五六支黄金汤 三甜风味 与人口吹流香 最爱的预告 在全家 现在会员指定连赛 赞三件九二成啰 欢迎认识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实际上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刚刚那个问题 习近平他一定是经过 深思熟虑才讲 那他对内对外都要考量 对我觉得他基本上 当然他也有他内部的疑似 因为事实上这一段时间 因为从2016年 一个所谓民进党的政府 那从北京立场看来说 就是一个台独的政府 在继续执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不接受九二公司 所以中国大陆内部也会 偶尔会有一些武统的声音 会一直没站过 对他们一直都没站过 也有武统的声音 但是习近平总局 他也要面对这些 所谓国内的这些鹰派 跟武统的这种压力 他这一次 他再次的陈出说 还是要坚持用和平发展的进程 用和平统一的方式 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 所以他确定了 就是说整个大政方针 是一个和平统一 但是他又宣布说 他不放弃 鼓励来统一台湾 但是他设定了两个前提 就是说当有外部的力量 干预的时候 当然他主要是指 美日的这种战略同盟的力量 如果干预到台湾的问题 或者台湾内部有激进的 主张台湾华理台独的政府 出现的时候 他不放弃 因为事实上 这也在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 中国就已经做这样的明确的宣示 同时在2015年的中共的国家 安全法 国安法里面也再度的再强调 所以他就是说不放弃武力 但是期待是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 所以统一是他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打折扣的 所以在 高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讲演里面 他当然还要再次的去强调 但是在这个部分上面 我觉得比较担心的 对台湾人民来讲的是 他明确的界定了九二共识的内涵 也就是说一个中 就是一国两制的内涵是什么 过去九二共识 有他的 有他的那个模糊空间吗 我刚刚说有些创造性的模糊 在国民党的时代 甚至在民进党的阿扁的时代 也都有模糊的空间存在 但是他现在已经把 已经没有模糊的空间了 因为九二共识是等同于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就是说台湾就是 未来统一就是在一国两制的方案 所以就没有模糊的空间 那九二共识因此也就失去了 战略模糊的价值 我想这一点在很多 蓝营的一些两岸的学者 我的好朋友们他们也都有这样的 一个共识 就说这样一说下来的话 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就没有各表的空间 包括黄伟哲他昨天接受 黄永汉的访问的时候 他还曲解了 他说习近平没有这样讲 事实上你听听洪其昌 他的这个见解 而且人家是用一个探讨 一个方案提出的 所以不要再争执了 你光去集中在九二共识 你有沒有看到一国两制出现 对不对 那如何因应 那现在一个问题 我就要问我们 在现场的听众 或者说在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你接受你同意九二共识吧 就是一中各表吗 我觉得现在新的命题 应该是一国两制 你懂不懂 因为蓝营的分辈没有很大声 没有错 甚至县市首长在面对 吴敦应的时候 叫他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了 那如果我们用相对性来看的话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国民党应当要继续的去坚持他的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站在这个基础上 要把他拉回来想办法 对他要把他拉回来 拉回来让一中各表 这个空间能够出现 但是呢我相信 绝大多数 我相信八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 九成以上的台湾都没有办法接受 中国大陆在九二共识底下的 一国两制的模式 因为一国两制很清楚 从1997年香港回归 对 香港回归20年之后 已经明显的证明了 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所以才会让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对中国产生的那种疏离感 抗拒感 甚至产生的港独 我相信光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哪一天香港会出现港独 那现在香港的港独 反而在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这些最好的大学里面的学生 他们竟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也就是表示说 一国两制实施在香港是彻底的失败 好的 那么一国两制在台湾有没有空间 我会认为也是一样绝对没有空间 是的 谢谢齐昌哥 我们做这么精辟的分析 我们今天要请出听联丸 联丸抢先报 跟用Danny主持的音乐123 联丸抢先报 您好 带您关心今天的联丸焦点新闻 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率内阁总辞 由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回国接任隔魁 工商团体不约儿童呼吁辛格魁利用未来一年任期权力拼经济 即使组成战斗内阁也要透过提出经济牛肉来拼选战 才能赢得人民支持 更多详细新闻内容 请锁定今天的联合晚报 好 好 三二一 我们再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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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